我学好 现在不是处理班务的时候 来 你过来一下 你过来一下 在我旁边 你觉得我跟他长得像吗 像 不像 不像 他的长相跟我长相一样 不一样 我没戴眼镜 你有戴眼镜 眼镜拿掉 眼镜也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老花眼 老花眼看不到 你怎么会有看不到 我看得到 你觉得我们两个一不一样 好 先回座 谢谢你 我们班上有两个人 看起来是一样的吗 有 谁跟谁看起来是一样的 你每次都叫我 然后你就叫李忠祐 因为他的两个人做得坏 啊 有 来 你们两个到前面 你们两个到前面 为什么要讲呢 你怎么这么起 我一边拿出来又跟大哥哥啊 大哥哥 好 来 站一起 好 来看一下他们两个 来 面向同学 你觉得他们两个长得一样吗 刚刚不一样而已 我们讲脸就好 你觉得他们脸有像吗 有像 有像 不像 你会说他呆呢 他看起来真的很呆 你没有讲出道理就没有 讲这个就没有意思 那凭你的感觉而已 你说他们两个 你觉得他们两个像的 请举手 你觉得他们两个长得不像的 请举手 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 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 每一个人 首先放下 没有还好 就是怎么样 水龙头在外面去关 因为你看到比较快 每一个人都要做决定 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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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都要做决定 你觉得他们两个长得像或不像 就做决定 不管还好或怎么样 你总是要一个决定 就要一个小孩子生出来之后 你会说他比较像爸爸 我就要像妈妈 你总是一个决定 而且老师这个是假的 他像的 你光看脸 你光看脸 你觉得他们两个长得像的 请举手 好 你觉得他们两个长得不像的 请举手 好 好 放下 好 请回座 谢谢 好 其实 其实这样子 就是基本上 我们都会觉得他们长得不像 蛤 你为什么会觉得他长得不像 你知道吗 为什么会导致特征不一样 为什么会导致特征不一样呢 等一下 不要扯到父母去 等一下 我们现在是针对他们两个现在的脸 所以你不要扯到父母去 现在就是 你现在就在讲 就好像两只手一不一样 也是一样的道理 他们的蓝色体不一样 如果不管颜色 你怎么扯到蓝色体 等一下 我现在很单纯的是在讲他们两个的脸 你觉得他们两个的脸看起来一不一样而已 因为就是不一样的脸 呃 现在有那个复制人 或者是说我可以复制一个动物 所以我是有机会 有机会说基因都把它弄到一样 所以我复制出来会一模一样 他们两个之所以不一样 他们一定有些微的 但是那个差距你不太容易讲得出来 注意听 一定是某些变化你讲得不太出来 或是他的鼻子某些比较凸 有些比较凹 相较之下 他事实上有些微的差距 但是你一下子不太容易讲得出来 有些地方比较凹 有些比较凸 有些比较凸出来 有些比较凹进去 变化不一样 基本上他的脸的变化跟他脸的变化 眼睛啊 或者是鼻子啊 或者是嘴巴啊 耳朵啊 我们如果只看脸的话 耳朵如果不管的话 他的嘴巴凸的情况 或者是凹的情况 他的脸型 他的脸型怎么样 哪边凹哪边凸 虽然他的差距一点点而已 可是就会导致他们长出不一样的脸 就像我们班上有27个人包含 我总共28个 可是有两个人不在只剩25个 每一个人的长相不一样 好 28-26 我讲错了 谢谢你 就是 凹的地方不一样 凸的地方不一样 导致他的脸型不同 所以所谓的脸型不同 是他的变化不同 如果他们的从头到尾 从头到尾 从这里过去到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地方 相对的地方变化都一样 他们两个的脸型就一模一样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好 所以如果我说 这个东西 很明显光看我这两个 你觉得他们两个图形一样吗 不一样 你觉得他们两个的图形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什么叫做不一样呢 我把它画得再夸张一点 画得不好 你觉得他们两个有一样吗 没有 如果我把这一个 移到这边来放着的时候 什么叫做一样呢 什么叫做一样 什么叫做不一样呢 老实说我画画 我也不知道它一不一样 我要怎么检查它一不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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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怎么检查它一不一样 之前那方长头把它剪下来 然后贴上去看看嘛 对不对 如果它可以完全充电 它就一样嘛 对不对 如果我不能把它剪下来 贴上去的话 我可以怎么检查呢 我可以怎么检查 我要怎么检查 这个图形跟这个图形不一样 你要怎么说服别人 它的图形一样或不一样 蛤 你知道吗 角度 还有呢 角度你是看哪个角呢 这边哪里有角呢 奥勒说着有多弯嘛 对不对 有多弯 所以它想要透过角度来看变化 对不对 也就是说它希望看它有多弯 它希望看它有多弯 它着重在这里 对不对 它想要看看它有多弯 所以我要怎么检查它们的变化仪不一样呢 怎么检查 这个跟你的数学能力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教的东西 跟你们数学考试法 考几分没有什么相关的 你的想法的问题 那个基本上 那个 哈啰 基本上 现在那个科技可以进步到 我只要拍照 我就可以解方程 你们现在正在学的一元二十方程式 拍照下去就有答案 那我干嘛要学呢 对不对 你要学的是想法 以后你要跟人家拼的是拼想法 不是老师你只要告诉我怎么操作 我就学着你怎么模仿你怎么样 怎么操作就好 你都不用告诉我为什么 抱歉你这样学了之后 你等于没有学到任何的数学 数学最厉害的地方在想法 你要跟我跟我学的东西也是想法 我们要一起进步的也是想法 我怎么判断他们的形状一不一样 自己在笔记本上马上马上马上做 你要怎么检查两个图形一不一样 你怎么检查两个图形一不一样 你会用什么策略 你怎么判断他一不一样 这个是东森先抓那个点 他说弯度一不一样 等等那什么叫弯度 你怎么去看他的弯度 你透过什么来讲他的弯度 你怎么讲人家弯不弯 然后弯不弯 弯的一不一样 你怎么去检查他弯的一不一样 那什么叫弯的一样 什么叫弯的一样 什么叫弯的不一样 试着做 试着做 什么叫开口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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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三个的开口大小不一样 所以它是一个不一样的图形 我这样讲对吗 我这样讲对吗 为什么不对呢 你说开口大小吗 好开口大小 这个开口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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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两个的开口长度不一样 万一如果长度刚好一样呢 他就开口就一样大了吗 是吗 你觉得我这样 来注意心 我讲的会不会太快呢 可以 可以 好 因为我发现我讲到速度有点偏快 光我这样的话 你有感觉这个最长嘛 对不对 这第二长嘛 这个是最最短的嘛 所以这个开口最小 对 错在哪里 高度不同 高度不同 所以你可不可以修正这个 修正我的这个方法 可以 马上 在你的上面做修正 你会怎么样修正 然后你就可以判断 自己画图喔 不是只有写字喔 画图是最简单的方式 所以我这样的画法不好 但是想法不错 想法不错 但是画法不太对 所以你能不能修正是一个 真正可以检查 他们两个图形一不一样的方法 画图写字都好 非常好 好 高度要一样是指哪里呢 从哪里开始看呢 就像那个早上啊 那个红云秀啊 红云秀 来来来来 来你来来来 过来啦 快点啦 来 好像是今天早上的事情嘛 还是昨天 反正就抹一天今天 来站这边 他说老师我比你高 张中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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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真的有比我高吗 现在 没有 还是没有 然后他就他就站在这里 他说他比我高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对啊 对啊 谢谢你 可是可是 可是他站在这里 还是没有比我高嘛 对不对 好 如果他讲个单数 我站在这里 我比你高 对不对 可是我们要比高度 我们现在要比身高嘛 我们要比身高嘛 我比东身高耶 对耶 哈哈 然后站到星辰旁边 也可以讲这个话 我比星辰高 哈哈哈 他比较客气 其实 很多人如果站在他旁边 他想把他站起来 把我吓一跳 这样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总是要讲好嘛 对不对 一般我们讲好 一定是先站好嘛 站在某一个相同的地方 对不对 了解大家 如果你坐着 我站着啊 或者是你站的比较高 我站的比较矮的地方 来比身高啊 所以你说高度一样 你要先讲 因为从哪里开始量 不是吗 要大家一起约好 从哪里开始量嘛 懂吗 懂吗 懂 好 这个是错的 怎么修正成对的 你怎么把它修改成对的 你怎么把它修改成对的 怎么修改成对的 你还没有修改 那个红衣上去把你的图形画在上面 你用红笔 用红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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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上面的黄色的那种表示法是错的 对不对 你们看一下红衣怎么表现的 然后它的表现跟你们的表现差在哪里 它的表现跟你的表现差在哪里 你画的图形跟红衣一样的请举手 举高举高举手 好 手放下 其实那个王语吉跟他也一样 但是他后来没举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画错了 他不是画错 他画的图形跟红衣一模一样 你先不要讲 他画的图形跟红衣一模一样 一样 一样的想法 但是露了一个东西 所以他后来才没举手 那个凉撇 没有一点 那个凉撇 可是他心里面绝对是有那个东西的 对不对 超强 他心里面有那个东西 只不过他没有跟红衣一样把它标记出来而已 想法已经到位了 只是可惜没有把它标记出来而已 来请你们把红衣一这个图画上去 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 在高度 这个实在是 请不要学他这样画 在高度一样的情况之下 在高度一样的情况之下 高度通通从最低点开始画 在高度一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再来检查 我们再来检查 这一条 这一条 这一条的长度对不对 如果这个叫做A 这个叫做B 这个叫做C 长度 通常长度我们不会用大写 长度我们不会用大写 我们通常会用小写 这是一种习惯 这条小A 这条小B 这条小C 如果 如果他在高度一样的情况之下 他开口大小一样 我们就说他产生的变化一样 对不对 了解他在讲什么吗 在这样子的高度情况之下 产生的这样子的变化 了解我说什么 所以一定要有先怎么样再看 后面怎么样我才能够看变化 我不能轻轻擦擦就画那三条 然后就说谁开口大谁开头小 不行 要先讲清楚从哪里开始量 对不对 从哪里开始量 然后量一样的长度之后 我们再来比看看 如果 如果 B跟C一样长 我就说 它们两个的图形变化一样 当然 你要 你要在相同的高度变化都一样才对 所有的东西都一样 对不对 你不能只有这里一样 你要 从像一开始往上涨的时候 涨多高 它就拉多长 涨多高就拉多长 涨多高就拉长 从头到尾都一样 我就说 它们两个图形一模一样 因为从头到尾变化都一样 了解在讲什么 那我就会说 这两个 因为A的开口跟B的开口不一样 所以我就说 它们两个怎样 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两个就怎样 一样 理解了在讲什么 好 所以如果两个图形一模一样 如果两个图形一模一样 我们是从它的变化来看 我们从它的变化来看 我把刚刚的东西 再把它收敛一下 就是我常常在跟你们讲的这个东西 我这里变化多少的时候 这里变化多少 如果这里的变化相同 这里拉多长 这个跟着长多高 它也跟我一样 你拉 你拉ABC都用了 你拉B的长度 这边呢 你也拉B的长度 结果你长出来的 你长出来 你图形从这里变化到这里 对不对 如果你从这里变化到这里变化出来的 这个叫做E 这个叫做F 在D跟B一样的情况之下 抱歉 这个是D 在这两个的长度一样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拉出来这个高度跟这个的高度 如果一样的话 我就会说它变化一样 请你把这一个补上去 如果这个你有你的图 你有你的图 你不见得会跟我画一模一样 我现在跟你强调的是说 你这个拉一样的长 拉一样的长 拉一样的长 垂直上去的时候 量出来的这一个来跟这一个比 来比变化 光看我这样子 我可以看得出来 它们两个的变化不一样长 对不对 所以它们两个图形不一样 我从这里到这里 我从这里 我从图形从这里画画画画到这里来 我从这里到这里变化D的时候 我到这里的我拉高了F 我这里变化D 我拉高了是E E如果跟F不一样长 这两个图形就是不一样 把我现在画的这个补上去 然后你也顺便检查 自己的图形到底有没有一模一样 我再强调一次 这一条要一样长 这一条要一样长 我不一定会刚好碰到这里 我错误示范 所以你就一直在跟着我这样 我连着你就跟着我连着你 它不一定会一样 不一定会刚好上去碰到它 不一定 我从这里到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 拉这样的长度 我从某一个地方开始 一定要先讲好从哪里开始 我从哪里开始 你也从哪里开始 我们两个拉一样的长度 拉一样的长度 所以长度要一样长 长度一样长不是随便的 长度一样长的情况之下 长度一样长的情况之下 你拉高的长度是V 我拉高的长度是C 很明显变化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这两个图形的变化不一样 它们两个不是开口一样大的图形 因为变化不同 什么叫做变化不同 把这个图形画上去 重画一次 重画一次 画明显的 然后你就会看到 你也会看到 刚刚那个嘉宇说的 这就是他所谓的开口 在相同的变化情况之下 你的开口比我小是怎么造成的 因为你的变化比我大 变化大开口小 注意哦 变化大 导致 变化大导致开口小 开口小是这样变来的 因为它变化大 所以开口小 这是原因 开口是结果 它的变化比较小 开口大 那我要讲变化 然后先说得好 这个同样哦 你先说什么 先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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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可以说 想的变化大 想的变化小 先说得好 我们都怕这样 同样走这样的长度 结果我可以拉这么高 你只能够拉这样 所以这个图形的变化 是它的 比它的变化还要大 这个变化比较激烈 变化比较平缓 而导致 而导致 在相同的变化情况之下 这个的开口比较小 这个开口比较大 这个叫变化不一样 如果变化一样 如果变化一样 就是你们画了那个图形 我在 我拉相同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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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某一个地方开始 这个地方要先约好 都是最低的地方 相同的高度的情况之下 看这里的变化 看这里的变化 先讲这里相等 再看这里的变化 对不对 如果它们两个一样 就代表它们两个图形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图 如果你刚刚没有画了 再画一次 没有画清楚了 就再画一次 在这个的情况之下 在这个的情况之下 在高度拉的情况之下 在高度相同的情况之下 如果 拉出来的这个宽度 跟这个的宽度 刚好一样宽 我就说 这两个的图形变化 当然你要从头到尾都一样 我就说这两个图形 是一模一样 图形要慢慢画 把图形画漂亮 非常好 你的图形还要再练习一下 稍微再慢一点 星辰把那个垂直的幅画画上去 所以我又注意到 我自己也漏掉了 来这个垂直符号一定要上去 请 我这边漏掉了什么垂直的符号呢 垂直符号的画在哪里呢 这个十字符 请你把它补上去 这个我没有画 但是你自己有画了 举手 非常好 这个图形如果把它叫做 y等于x平方-5 本来用问的 请问一下这个的焦点坐标 好 怎么算 这个图不就刚刚画了 跟刚刚被我擦掉的一样吗 对不对 如果我画的位置呢 是在这里 这样四五的话 这边过来 假设是九好了 不行 不能在上面 如果我要让它碰 好 相同的高度 相同的图形 一样我要求这两个点的焦点 同学我算这个跟算这个一步一样 这个图形跟这个图形一模一样 对不对 所以里面的那个十字架 跟这边的十字架会不会一样 会一样 会一样对不对 这一个 这一个的 这一个的函数你会写吗 这个图形跟它一模一样对不对 所以这个函数怎么写 它只做时间的调整 对不对 时间怎样 加九 加九 举方它的位置仍然在哪里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一样要求这两个点的坐标 我一样要求这两个点的坐标 请问一下它比较容易算 还是它比较容易算 右边的 你光看函数 这个函数比较简单呢 还是这个函数比较简单 右边还是左边 还是你觉得一样 来做个决定 每一个人都要做决定 要举手 我一样要求红色 你先不要管自己会不会算呢 我要求这两个点的坐标 我要求这两个点的坐标 这两个点的坐标要透过它来算 因为函数是这个它 对不对 我要用这一个来算这个 因为函数是它 对不对 我一样要求这两个点的交点坐标 我一样要求这两个点的交点坐标 请问一下 这个会比较好算 还是这个会比较好算 右边 还是左边 还是你觉得一样好算 三个选择 选一的请举手 那一个比较好算的请举手 放下 你觉得是这个的比较好算的请举手 你觉得两个一样好算的请举手 两个一样好算 好 如果是我 我会选这个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我已经知道 如果我已经知道这里的长度 注意看 如果我知道这里的长度是3 它会对称 对不对 请问一下这里的答案写多少 6 不会是6 3 注意看 这个叫X轴 这个叫Y轴 这个是起始是0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一条的长度算出来是3 代表跟0距离3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位置要写多少 3 这里是0对不对 距离3 对不对 这家写多少 3 不3 诶啊 但是我们两个图形不是一模一样吗 所以我这边可以写多少 3 这边可以写3 这边也会写多少 3 等一下等一下 如果以 如果我只讲距离 如果我只讲距离 了解我在讲什么 目前有跟上我在讲什么 OK吗 柏轩你知道在讲什么吗 如果说这里是3 这里是3 然后这个图形跟这个图形一模一样 对不对 既然图形一模一样 所以相同的高度就有相同的跨距 对不对 相同的高度你就会有相同的跨距 对不对 好 所以如果你这边在这样的高度 在5的高度具有3的跨距 你在相同的5的高度也会有3的跨距 你才可以说图形一模一样 可以吗 那请问一下 那请问一下 这个点座背要写什么 告诉我算法比较好 这个点座背要怎么 -9加3 因为它是从-9开始往右 可以吗 左边的这个呢 -9加3 3 这个就可以算出 -12 -12 这个就可以算出 -12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只要能够把这个算出来 它就会跟着算出来 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这个我只要会算 它很简单 它只不过就是 这个是从0跨距 对不对 这个是从哪里跨 -9 左跨右跨 对不对 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好 我们来现在真的来算 它不是3了 它算出来不是3 只是3比较好想 这一个 我怎么利用这一个来求出这一个呢 什么时候会碰到地面呢 Y等于0 当高度等于多少的时候 当高度等于0的时候 才可以碰到地面 对不对 对 所以 Y等于X平方-5 在讲什么时间 它的高度在哪里 对不对 时间怎么样 高度怎么样 高度怎么样 时间怎么样 了解我在说什么 所以它告诉你这个关系之后 你就可以高度0的时候 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 这个写在笔记本上 马上算 你把X算出来 上好的人把另外那一个 是不是算完 对你来讲应该不困难 请你继续借下去我那一本 的题目 遇到困难要讲不可以跳蹄 算好的就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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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人都一样 你算好的就举手 ok然后继续继续继续 漏掉一个答案 你写的非常好 可是有点不太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种写法 这种写法我们会说四种答案 你不知道懂不懂我的意思 这种写法 我知道你的想法 可是如果我不懂的人 我看到这一个 我会认为有四种答案 一个是正配负 一个是正配正 一个是负配正 一个是负配负 可是你的想法不是这样 对不对 所以最好是写两个 会比较好 或者是你最后要写一个档 X等于什么 最后要把X写出来 好 等一下喔 怪怪的 一开始这边就错了 我要算什么时候会掉到地面 就是什么时候这个会等于零 所以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会掉到零 这样子算不太容易 所以通常会先这么做 这一个跟它相等 对不对 我先调换位置 还是可以相等 这样感觉算会简单一点 看你啦 怎么算多少 扣掉五会等于零 那就不要扣 八加的 代表它是不是比较多 对 对不对 你扣掉之后 扣掉之后才变零呢 没有扣掉 代表它之前是五嘛 所以 扣掉之后变零 代表它之前是五 这么大 所以为什么不扣 不减 绕过来就会变加 可以吗 就变成零加五喔 所以现在你就会写出 X平方等于五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的算法 什么乘什么会等于五 不是吗 对不对 我把它写在上面 你的位置有点小 什么乘以什么 会等于五嘛 所以空格要填多少 要不然就是 所以X的 最后你要写出X的答案喔 一个叫做跟号 另外一个叫做什么 你必须要完整的写 每一个人我都要看到你完整的写 你必须要完整的写 而且你要看懂自己写 不可以用操的 你看你哪里看不懂你要问我 你看不懂你问我 一定要完整喔 不可以缺漏 东森哪里听不懂 我再说明一次喔 如果你不太懂的人 尤其是你会算的人 麻烦你要老实一点 Y等于X平方 我要算什么 我要算什么呢 什么时候掉到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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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时候高度等于0 我要问时间 但是我已经知道 它掉到地面了 对不对 我希望知道 什么时间会掉到地面 所以我才会算 这里等于0 那这里等于0 因为这个放在这边 感觉上不太好算 所以我把它做一个掉 换的位置 两个东西相等 我对掉无所谓 还是相等 掉了之后呢 我知道说 这个不知道的东西扣掉 我会变成0 因为我想要算来是X 而不是要算它 所以我不要扣就变成加 扣掉之后才变0 代表它之前是5 没有扣之前是5 所以不减变加 好 所以X平方就会等于5 所以现在我的想法是 X平方等于5 代表的是X乘X等于5 所以我需要 两个一样的数字 乘起来要等于5 那我们之前有学过一个 新的符号 所以我们可以解出来 再来你需要算的是什么呢 再来你需要算的是 这两个点 对不对 但是你要用的函数是 Y等于X加9的平方扣掉 对不对 然后它一样要掉到这里 所以它一样要掉到地面 所以一样高度要等于0 所以变成是你要算这个 可是这个 我算它就跟算它是一样 因为我知道我要算这个 跟算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我先放着 我连算都不用算 我现在已经有答案了 你现在先自己想 我连算都没有算啊 我这个网上我不会算 因为我已经算完了 什么叫做我算完了 你想一下 图已经有了 答案就有了 跨句一样 这个是从0跨 不是吗 那一个是从哪里跨 然后 这里不是3啊 它算出来的答案是什么 根号5跟负根号5对不对 所以算出来是这个X嘛 时间嘛 时间是根号5对不对 既然这边根号5 就代表这条有多长 它可以叫做根号5 代表这一段有多长 竖线的东西是这样讲出来的 这里叫做1 是因为这条的长度是1 可以吗 这个可以叫做2 是因为这一整条是2 所以这边如果告诉你5 代表什么意思 这一整条多少 所以它如果告诉你 这里是根号5 代表什么意思 从这里到这里的长度 一定是多少 根号5 所以它告诉你这里是根号5 就代表你这一条的长度是多少 根号5 那因为图形是对称的 对不对 所以这里根号5 这里也会多少 根号5 然后你想一下 那边的答案 这边的焦点叫做根号5 豆点0 这边的焦点叫做 负根号5 豆点0 这个地方呢 自己画图 自己写答案 大概画就好 自己完成 自己完成 你还没完成耶 哈啰 你要养成 听我上课的习惯 你如果你可以把它写出来 而且写对 这堂课就值得了 我现在的目标是 这一个 跟X走的这两个焦点座标是多少 写出来的请举手 好 但是我要写座标 写座标 画图形写座标 那个图画出来 画图写座标 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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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这个图要有 这个图要有 我们只剩下4分钟而已 请你把图画出来 图形要有 因为答案就在图形上 图形一定要有 因为答案就在图形上 我要看到你在图形上解题 因为其实这题我已经解完了 请把答案写出来 大胆一点 把答案写出来 不是负更号9 不是 我算出来的答案 我算出来的答案是时间 所以我知道 我知道焦点座标是更号 是跟负更号 算出来的这一个座标 让我知道这一条的长度是更号 让我知道这条的长度是更号 那这个图形跟这个图形一模一样 所以我就可以很快的知道 这两个点的座标 你自己想 画图写答案 画图写答案就好 画图写答案 老实说根本不用算 因为我已经算完了 画图写答案就好 不用算 OK 去算那个讲义上面的东西 就是如果你让我看了OK的 你就去算我讲义上的东西 图形不用画的非常漂亮 但是你图形画的很棒 你怎么表现出 你怎么表现出他的答案出来 大胆一点 你有写出答案 可是你没有跟我标记在哪里 就是这个是谁 这个是谁 对写得非常好 麻烦你上去写给他们看 那个云秀写给你们看 嗯 嗯 来赶快把握时间 只剩2分钟 来你自己画好了 还是需要我帮你画那个图 好啊 需要吗 这里是-5 对不对 这里是-9 相同的高度 图形变化一模一样 这个叫做Y等于X加9的平方减5 这个叫做Y等于X平方减5 好 开始 图形你们看他怎么画的 你看他怎么画的 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请你看他画 他先标记出跨距是根号 为什么跨距是根号 因为我们算出来的 我们算出来的 我们算出现在他在写的X的坐标 根号5到0 0 0代表的是高度0 高度0的时候 他的时间是根号5 高度0的时候时间是负根号 我们是算出他的时间 才知道他的跨距 来 现在是关键 他现在做了什么事情 因为图形一模一样 所以他的跨距会一模一样 所以他先把跨距写上去 坐标就结束了 为什么坐标就结束呢 因为他的坐标是从-9开始跨 一个往右跨 一个是往左跨 所以就-9加根号 另外一个是-9-根号 就结束了 掌声 谢谢 你请你把这个图画出来 解这一题跟解这一题解法一样 解法一模一样 解他不好解 解他很容易解 所以我想要算 Y等于X加9的平方 我想要算 他0的时候是在什么时间呢 我想要算他的答案 不如我就来这里算 因为这里容易算 这里容易算出X等于 0號5跟-5 把跨距算出来之后 把跨距算出来之后 直接拿来这里用 -9加根号 -9-根号 结束 整套喔 包含这个喔 我再想调一次喔 我要算他跟算X是一样的 为什么一样呢 因为他们两个图形变化一模一样 在相同的高度跨距相同 在相同的高度跨距相同 其实你要标记出来 它这个的跨 这个的高度是一样的 这个高度是5 这个的高度也是5 在5的高度的情况之下 在5的高度的情况下 它的跨距是根号 这个很容易被算出来 在5的高度的情况下 跨距是根号 所以在相同的高度的情况下 跨距一样 因为它们两个的图形一模一样 所以我用这个算出跨距 另外那一个 我就可以直接从负9加 跟负9减结束 把这整个图画好 包含方程式哦 你漏掉方程 上面要有方程 这个是要解这个方程 解出这两个点 这个是透过这个方程 解出这两个点 老老实实的写完 写完就下课 写完就赶快去打饭菜 那个窗帘 只要没有上课